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石山 台湾的总统马英九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 首次对大陆茉莉花革命的敏感议题表态 对于北京最近以政治镇压来处理网络发起 效法中东革命的作为 马英九表示关切 他说 我常常把这个议题当作是两岸之间 是否能拉近距离的指标 看到大陆对于人权与法治有伤害的做法 台湾人民当然会感到关心 新疆自治区书记张春贤星期二否认中东和北非 发生的茉莉花风波 会在新疆引起动乱 据法新社报道 张春贤表示 从地理上讲 新疆和中东接近 但是新疆和中东的国家完全不同 但他承认 在2009年发生新疆乌鲁木齐暴乱之后 民族关系出现紧张 要恢复各民族之间的感情还需要一段时间 中国民政部副部长斗玉佩 星期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 否认总理温家宝曾经批评民政部对微博打轨回应不够 有关流浪乞讨儿童的问题 温家宝之前批评过民政部对民间的呼吁不作回应 斗玉佩表示 温家宝总理没有批评民政部 只是责臣抓紧研究并进行回报 据美联社星期二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提名现任商务部长骆家辉 为下任美国驻中国大使 现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洪博培将在下个月辞职 骆家辉是民主党人 2009年2月获奥巴马提名出任商务部长 也是首位的华裔商务部长 骆家辉阻击中国广东台山 曾当选华盛顿州的州长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 日前敦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谴责中国的一胎化生育政策 史密斯呼吁对中国政府强迫妇女堕胎进行调查 他说 如果不对有史以来最恶劣的 基于性别歧视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 将是对联合国提倡保护妇女权益的莫大讽刺 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发言人否认该基金会支持中国的 一胎化政策 香港大学公布了香港十大政治团体排名调查 结果显示 香港支联会压倒其他团体登上榜首 据香港《明报》星期二报道 民意调查计划总监钟庭耀表示 这个调查系列始于1992年 支联会是第一次登上榜首 在支联会之后 支公盟排名第二 民主党和公民党分别排在第三和第四名 以上就是今天的简要新闻 我是石山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